你考试的时候做过币吗 以前没到期中考 就会听到很多歪理什么 宁愿没人格不能不及格 去影印店都会看到废纸箱里面 有那种小到很夸张的缩小影印 每一份都只有半个手掌那么大 真的是花那么多心思来做小超 把时间拿来念书不好吗 不过说到作弊 印度超有创意的 全球没有数一有数二吧 家长爬墙丢小超 已经过去世了 现在有人假扮监考警察掩护家人 还有人脱鞋里面藏蓝牙装置来接收答案 虽然说起来很好笑 但是作弊就是剥夺其他人公平竞争的权利 最近印度各地都有大批的学生跟家长上街抗议 要求要废掉负责主要考试的国家考试局 其一就是5月的医学院入学考 传出了作弊的事件 印度作弊这么的猖獗 居然还跟印度的经济发展路线有关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我是饭吉尾 欢迎收看饭吉尾的台湾更燃世界 这一次传出作弊的全国大学入学考试 是给想上医学院的人考的 成绩够高才有资格申请大学的医学相关科系 跟另一个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 并列印度竞争最激烈的大考 有多激烈呢,今年报考的考生超过 230万是录取名额的20倍 录取率只有5% 医学院的入学考试也知道一定很难 从2016年正式开考到去年为止 除了2021年出现过3人拿到满分720 其他时间要么只有一到两人 要么一个都没有 没想到今年一放榜竟然有67人满分 而且高分区的人数也暴增 有人就哭说 他的成绩跟历年比起来算是高的 但现在标准一下子被拉高 搞不好就要高分落榜了 要知道印度有很多学生都是寒窗苦读 不追剧不刷品 每天就狂写考古题10小时的那种苦读 有条件的家长还会想办法把孩子送去补习成补习 甚至全家一起陪读 因为考试压力太大了 甚至每年都有传出考生轻声 这一次成绩公布之后 考生跟家长都气炸了 马上就把矛头指向了这一次的大送分 因为满分67人当中有50人是靠补偿分数才拿到720分的 那送分的原因是考场发错试卷 印度新闻网站就指出 考试中心为了要防止作弊 通常会准备两份试卷 最后一刻再决定要用哪一份 但这一次有几个考场把两份试卷都发下去了 换回来花了一点时间 导致有1563人的答题时间少了20分钟 于是国家考试局就决定要送分补偿 但要送几分是要怎么算出来的 没讲 据说有人最多拿了140分 这可是满分的两成 很不公平吧 因为太多人去抗议了 印度高等法院在6月中就宣布取消送分 但这1000多人可以选择参加这一周的重考或是不考 用加分前的分数定生死 不过送分不是最大的问题 有人提早泄露试题才是 有个考生就告诉BBC国家考试局 说今年考题比较简单 所以高分的人比较多 那照理来讲 应该每个区间的人数都应该增长 但依照成绩分布只有满分跟高分区的人数增加 这有鬼吧 而且哈里亚纳邦有个考场 一口气就出了6名满分身 后来比哈尔邦的警察还发现 的确有30个考生在考前一晚就拿到了试卷 这些人付了几万卢比 到秘密地点看题目 警方搜查现场的时候 还找到没烧干净的试卷 当局宣布重考 对考生来说有如晴天霹雳 有个高分考生的妈妈就说 家里是靠先生打零工的薪水 每天只能吃一餐 哪有钱去贿赂人买试卷啊 儿子静娘连来每天睡不到三小时 就是希望能够翻身打破阶级 现在超级沮丧的 BBC也指出经济能力差的考生 压力尤其大 因为他们要抢的是公立医学院的名额 只占总名额的一半 不然私立医学院学费要比公立高出十倍 念完五年要台币三四百万 很多人考得上却念不起 其实印度的作弊情况 已经严重到国会要立法馆了 因为从2019年起 印度全国各地已经发生了 超过65起国考泄题的弊案 今年二月国会才通过了新法 重罚在公务员考试 或是大学考试作弊的人 被抓到不准保释 最高可处十年徒刑 跟一千万卢比的罚金 不过不是罚考生 而是罚负责的官员 但很多人批评 其实印度的刑法早就有类似的法条 许多邦也都有防作弊法 有用吗 没用 因为作弊是考生家长 考冲班 甚至是考试人员的集体犯罪 而且根本已经变成一个新兴产业 一个资深的献题手就是说 他们要偷试卷有很多方法 送卷过程能够偷 买通官员或是印刷厂也行 他也说他们这一行根本不怕被抓 反正被抓去关再保出来 就能继续干 这种罪是能关多久 前年就有一名俄罗斯骇客 想要害进印度理工学院偷考题 疑似就是考冲班鼓来的 过去5年来光是被抓到 有成案的考题泄漏案就有41件 与其用严刑峻罚 还不如找出根本原因来想对策 有学者就指出根本原因就是印度年轻人失业率高 以及政府多年来过度重视高等教育 这就要提到印度在二战后经济发展所采用的跳蛙策略 日经咬众指出跳蛙策略就是跳过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 直接发展先进资讯业跟高科技产业 这的确让印度在软体开发及外包上领先的许多国家 而为了培养高科技人才 历届政府都极度重视高等教育 可是却也让初级教育分不到太多的资源 许多农村地区的人可能连初级教育的程度都没有 这些人如果放到劳力密集产业当中会是很好的劳动力 但政府长期忽视劳力密集产业就导致了慢性失业 这就很影响印度的竞争力 英国经济学家就拿二战后的印度跟中国相比 当时两国都先选择计划经济 后来转向自由市潮 经济开始显著成长 但印度走跳蛙路线的时候 中国努力发展劳力密集代工变成世界工厂 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4.8倍 印度的发展程度大概是15-20年前的中国 另一边邻国孟加拉也是先上国内 400万劳工投入成一业 人均GDP也一度超过印度 其实印度有很多劳力密集产业的优势 那成一业来说 印度自产棉花 人力跟技术也超过孟加拉 但优势却被跳蛙策略跳过了 莫迪也有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他上任之后就要搞印度制造 发展国内的制造业 但被批评是空投支票 没有规划要促进的特定产业 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激励措施 本来疫情期间因为中印爆发了边界冲突 民众去买中国产品 促进传产的机会又来了 莫迪当时也喊出印度自立自强 推出奖励计划 想要吸引企业投资 但还是挑不出高科技产业的迷思 资金都给了半导体 太阳能产业 对传统制造业没什么帮助 专家就有说 从数字上来看 莫迪执政十年间 印度平均经济产养率有5.6% GDP排名也从全球第十爬到第五 明年还有望超过日本 但问题是一般老百姓很无感 特别是农村地区跟年轻人 你知道印度青年族群的失业率 高达45.4%吗 市营专家最近也警告 印度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无法创造 足够的就业机会浪费了人口功力 智库专家就指出 这一次人民党会惨胜 就是因为这些边缘族群受购了 他们想要的是就业机会 以及政府发展经济的承诺 而不是狂打宗教民族主义牌 也有专家指出 跳蛙策略造成的独厚高等教育 未来可能会导致人才断层 也让财富分配越来越量极化 今天这条印度的新闻是不是很有趣 如果真的就很有趣 抖内给我们 按赞也可以 就是给我们携手多点鼓励好吗 今天特别感谢哈娜协助审稿 如果想要更深度的了解 今天节目的议题 可以到Light Day国际分类中 看世界影音的下方 就有针对这个议题 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观看 你们喜欢这个节目 感谢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ght Day官方账号 特别每天把重要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ght Day 估计栏目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分学的车雷开世界 天问你进学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明天是中翰的小发明大革命 后天是凯莉的人物发镜 我们周一见